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国碰蚊油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 可是为什么 骨痛热症的病例还是举高不小 大家好我是林冠良 你们可以叫我姓 其实它这个蚊油它并不是没有用 而是它有两个关键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点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得到的 就是蚊子它对这个药物它已经产生了抗药性 当这个蚊油它在碰出去之后 这么多的蚊子它接触到了这个蚊油 可是里面有一小小部分的蚊子 它没有马上死掉 然后它有机会繁殖后代的话 那么它的后代就会对这个药物产生一点点的抗药性 然后这些有抗药性的蚊子 然后它们又继续的在繁殖 然后又再接触到蚊油 然后又再繁殖又再接触到蚊油 这样子迭代下来 那么就会有一部分的蚊子 对这个药物是已经是没有感觉了的 那么这一点呢 就跟抗生素的抗药性是异曲同工的 只不过一个是在细菌 一个是在蚊子上 而且这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点 细菌跟蚊子它的繁殖都是非常坏的 那么相对的 在我家对面因为是一片的森林 每一次只要有蚊油的车经过 就是在这边打蚊油 那么第二天呢 我就需要拿折扫把去扫蜜蜂的尸体 因为蜜蜂它的繁殖相对而言是比较慢的 而且蜜蜂很敏感 这种药物呢 它是非常容易杀死蜜蜂的 而且你还会看到一个有趣 但是可悲的现象 满地的蜜蜂的尸体 蚊子很逍遥很快活的在旁边飞来飞去 它们一点辣色都没有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在碰蚊油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把家里的窗户打开 来接收这一颗蚊油 让这个蚊油 因为它是烟雾状的嘛 然后跑到我们家里进去 然后有更充分的机会去接触到蚊子 可是现在的大众呢 都是这样 就门窗紧闭 让那一个蚊油可以不要跑进来 就不要跑进来 那么自然的这一些蚊油呢 对于家里面 家里面的蚊子是很多的 对于家里面的蚊子的杀伤力 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可是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为什么呢 在以前 如果说是要打蚊油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接到通知 就跟你讲说 礼拜几啊几点啊 可能需要来打蚊油了 各位要留意这样子 这时候呢 家里就会把这一些家具啊 然后放在穿坐上面的食物啊 之类的 用报纸啊 或者是用盖把它盖好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我们的这些家具啊 食物啊 接触到这些蚊油 因为蚊油怎样讲也是有毒的 而且它味道很重很臭 可是呢 现在你就没有什么听到通知了 你就是远远听到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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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的声音 你就知道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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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会有一点纹油跑进来 各位一定都有经验 那么在你夹的这一个蚊子 它接触到的这一个纹油的浓度 当然就不会比在外面直接接触到的那个浓度来的高 所以呢 它接触到的低浓度 就提高了它的存活率 也就提高了它繁殖下一代的这个机会 也就提高了它的下一代 有更强的抗要性 那所以呢 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恶性循环 以个人之力呢 我们是比较难去做到一些改变的 那么我们只能在自己家里呢 可能用一些捕纹灯啊 或者是用蚊帐啊 还有一些防蚊液 还有就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减少家附近的积水 因为大家都知道蚊子 它在两毛钱大小的积水上 它就可以繁殖了 所以积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都知道蚊子 最大繁殖的地方 就是一些阻塞的水沟 或者是乱堵的垃圾 然后那个垃圾里面有积水 所以功德心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游文部一定答 这次就是力量 预防生理治疗 我们下一集再见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